电影《风神第一部》 日前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电影市场 进行了特别放映 主演费翔到场与观众进行交流 他希望能够通过这部电影 把中国的文化传递到全世界 得知《风神第一部》 会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消息后 不少影迷纷纷来到现场支持 费翔在放映结束后 仔细回答了观众的提问 有外国观众对影片中的马戏拍摄 非常感兴趣 费翔分享了自己学习骑马的经历 我在开始拍摄第一场戏之前 进行了三到四个月的训练 剧组必须确认 所有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才开始拍摄骑马戏 因为战争戏很容易出现意外 所以导演乌尔善 要确保每个演员 都能非常自信地骑在马上 顺利地演完每一场戏 我觉得我们演得还不错 很开心这部戏让我学会了骑马 这是我以前从没有过的经历 开榜风神 费翔也希望通过风神第一部 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期间的放映 能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 这么一个经典的作品 中国的文化能够传递到全世界 我觉得特别重要 尤其是现在 我觉得更需要让全世界的人 更了解中国人 了解中国人的心理 了解中国人的历史和文化 我觉得这种沟通通过文化 通过电影业 是真的特别重要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 风神能够在这方面 也可以参与进来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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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he